很多人都觉得好像今天觉得同姓婚姻没那么好 我说同姓婚姻好急啊 因为第一个我们同姓有同志婚姻不是只有同志婚姻而已 我们还有爱滋同志婚姻对不对 但是呢奇怪我们媒体呢比较少提这个 爱滋同志要打炮 爱滋同志要打炮 爱滋同志也要结婚 爱滋同志也要结婚 对我们同性婚姻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 其实同志婚姻里面 好还有一种同志婚姻里面有一种叫做一妻同志 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两个同性要结婚但是他们都是异性恋 听懂吗 在异性恋婚姻里面有同妻有同夫 就是他们是同性恋但是他们进入异性恋婚姻 那么将来在同志婚姻里面 在同性婚姻里面也当然会有异性恋进入同性婚姻 那他们为什么要结婚 干你屁事 婚姻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但是在我们的主流媒体里面我们只呈现一种样貌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婚姻 我们都要平权 不但各种婚姻要平权 没有结婚的跟有结婚的也要平权 因为特权不是只有结婚的人才有 没有结婚的人也要有同样的权利 这才是婚姻平权 好 谢谢大家